赵帅周在采访中呈自诩 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这种悲观 当然有自己性格的基因使然 但我想 绝大部分原因 跟他后天的经历有关 截止到赵帅周重新回到刘兰 坐了一整晚板凳 终于压绍出场 头中那两季三分球之前 与其名字一般无二 它就像是CBA 淋淋江湖中的不细之舟 虽然一路几经沉浮 过山过水 但却始终难过心头的遗憾 我没想过会去打职业队 打篮球存储爱好 之后想成为一个体育生 考试的时候能加分 赵帅周并不是球二代 父母都是普通职工 进入辽宁青年队 只是15年前的一次机缘巧合 一年后的2010年 赵帅周又赶上了 全运会球员选拔 再次接力护体 被幸运选中 可以代表辽宁打全运会 感觉很开心 团队里个个都很了不起 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想 我能走职业这条路 2013年 赵帅周跟随辽宁又48青年队 在家门口打进了决赛 替补出战的他 成为了球队的自胜骑兵 凭借16分 外加6篮板的表现 打动了时任辽篮主帅的吴庆龙 全运会后 就收到了一对的征调 赵帅周每每回忆起这段经历 都会有些羞涩地连起嘴角 就感觉自己的点挺正的 但所谓悲剧 前期都有着 顺风顺水的坦途自艺 只有这样 才能在狂风骤雨来临时 充分体会到无偿命运的张力 赵帅周的金火 仅仅一年 就被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 连得摇野鸣灭 辽宁作为篮球大省 上一对难 想留在一对 更是难上加难 贺天举刘志轩重明晨 同位置的三座大山 横站年轻的赵帅周面前 前半场一帆风顺的千里快舟 终被现实不得已逼着停 第一个赛季 十次出场 合计26分钟 第二个赛季 没有被球队出车 直接失业 悲观的情绪 逐渐溶解到赵帅周身体的 每一个细胞里 伴随着血液的往复循环 形成了一道有些闭塞的 自我保护防线 如果你看过他的采访 或是跟他聊过天 很容易就可以察觉到 他心态上的小心翼翼 很难对外人敞开心扉 除了眉宇间 偶然闪露的几分英气 哪里还有20岁少年的风发模样 对比赵帅周 你可以充分感受到 胡子和小豪究竟有多么幸运 年少有为的故事 谁不想重情书写 但实韵和实力 确认哪一个都不行 穷者思变 一年后 赵帅周主动提出 寻求出界 与正值用人资计的 广州佛山达成协议 南下的这两年 赵帅周又与外援的 四节六人次规则 并没有太多的战术机会 跟同样私意的张帆 轮番守着佛山的饮水机 多年后 务使人非时过境迁 张帆足够努力 同时也足够幸运 他一路逆袭 披荆斩棘 在北控 成了马不离口中的科比 连续四年长军得分15家 并在本赛季 面对辽宁 单场标进十几三分 一举扬名天下 而赵帅周的命 远比上番 更加颠沛 在2017年夏天 赵帅周再次代表辽宁 参加了全员会的比赛 他拼得格外凶猛 随队独冠后 赵帅周等到了俱乐部 可以回家的通知 但未来与他而言 并不是春暖花开 而是另一个深渊 在全员会的时候 我就得了严重的施诊 我在全员会预赛的比赛期间 就已经几乎不能走路了 因为兴奋剂的原因 还不能吃药 回到联赛 赵帅周依旧被施诊困扰 严重影响了他的训练和比赛状态 整个赛季 出场四次 合计22分钟 在辽兰总决赛4-0广上 捧起对时守惯的不眠之夜 赵帅周同样 一眼没有合眼 当时我觉得 对我来说 有一种很矛盾的心理 为辽宁队 为队友感到开心 这个冠军来之不易 但是个人角度 难免失落 毕竟自己没有太多贡献 身着辽宁球衣 三次夺冠 赵帅周不知道 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但没有悲剧 就没有悲壮 没有悲壮也没有转机 残酷的现实 让他不得不重新掂量掂量 自己的未来 这次 晚风将青州 送到了缠绵的水乡 江苏的烟雨 给了赵帅周 追梦的逆旅 平添了几分诗情画意 而在那 赵帅周也终于感到身旁的风 好像开始有了一些春的味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